马来西亚莲花典礼问的 顶礼根本丧师联身佛佛 弟子恳请师尊慈悲开始 一 在外出的时候 如何做三根本注顶观想 又如人在外地 没有谈成又该如何做 这是一般来讲 我们常常要观想 上师本尊父法注顶 一个行者在出门的时候 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而且到最后 无时不刻 任何时候 你的本尊 你的上师 你的父法 经常坐在你的顶上 那要做如何的观想呢 要出去的时候他问 如何做三根本注顶观想 他这样子问 那是靠我们平时用意念 你要出门的时候啊 你想上师本尊父法都跟着你一起出去 在家在家里的时候啊 你就要观想 先是上师注顶 上师注顶 根本上师注顶 然后呢 你要想本尊 在根本上师的上面 然后进到根本上师的里面 二则合一 在观想父法 在从虚空中进入根本上师的心中 也就三尊 融合成为一尊 住在你的头顶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出门 就是这样子观想 就是这样子观想 观想你的上师 本尊融入上师 父法融入上师 然后一起这样子出门 这个叫做 三根本注顶的观想 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又如人在外地 没有谈成又该如何做 不一定在有谈成面前才做观想 你不管你到哪里去 但是你只观想一次 你只观想一次 好像是说 你要出门 你就观想一次 不是你走几步路 你就观想一次 那样子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 那你只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呢 上师本尊跟父法 就常常在你的顶上 就已经在你的顶上 那一天只要做一次 这样子的观想 在外地 在外地 你如果你出去旅行 去Vocations 去Hawaii 像现在 大使跟大使的夫人 去Hawaii的Kawaii Kawaii Island 他们去那边度假 那没有谈成 而且是在外地 一样的 你不一定在谈成 你在外地也是一样 每天早上 你好像 这个刷牙洗脸 在你觉得很清净的时候 你就做这样子的观想 要出门啊 你要去玩 从这个饭店 你在饭店也可以做观想 一样的 观想这个上师注定 然后再来本尊融入 再来复法再融入 那你只要头顶上有一个上师 就等于三尊 那三根本 都在你的头顶上面 一样的 就做这样子的观想 那观想清晰 甚至念一念 他们的咒语 你的上师 你的本尊 你的复法 的咒语念一念 让他坚固 念咒就是让他坚固 一直注定坚固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 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遇到事情 或者什么事 你就马上观想你的头顶上 有根本上师 把不好的就化为吉祥 不好的就会变成吉祥 这是密教行者的一种 这个观想的方法 对 对 中国人